Hello大家好我是杨子昭 今天啊三战公布了5月22号 也就是明天的一些游戏平衡性和游戏功能的一个改动 那么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首先就是赵云的改动 前段时间呢抖音一直都能刷到赵云要改动的消息 只不过呀我是一直都没当回事的 因为我最多能够确定啊赵云他是肯定会改的 但是绝对不会像他们之前爆料出来的那样去改的 终于等到21号现在赵云的改动出了 果然跟之前的改动是不一样的 这一波呢可以说是加强了三世甲 让赵云的这个输出能力获得了史诗级别的提升 说起来我前两天刚做了一个三世甲的视频 然后赵云马上就加强了 总的来说呢就是增加了赵云他的这个输出能力 把他的这个暴击几率啊最多可以抬到50%左右 只不过呢他这个会心你想要叠起来的话呢是比较难的 算起来呢也就三世甲能够让赵云他的这个会心叠的几率比较高一些 因为赵云免疫甲许神机莫测的混乱也是能够去叠这个会心的 应该三世甲里面赵云他的这个会心几率叠起来的概率是最高的 至于其他阵容呢可能会相对差一些 第二个重要的改动呢是五魔城缘分的调整 让我军全体获得这个先攻 之前呢是随机两个人 现在呢是全体三个人 可以说啊五魔旗的战斗力稍微提升了那么一点点 接下来才是真正比较重要的改动 那就是夜战模式的调整 首先呢是大幅降低了部队的工程值 并且把斯巴达部队的这个工程能力啊直接给他清零了 也就是说在夜战状态下呢 你派斯巴达部队他是拆不掉任何东西的 同时呢还增加了一个人困马乏的夜战状态 大幅度降低了夜战的能力 其实啊我觉得这一波的改动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现在这个工作室夜战的时候呢 实在是让普通玩家没有办法接受 你们工作室为了赚钱可以不睡觉 但是我们普通人不可能为了打游戏晚上不睡觉 对吧 除此之外呢工程指令在夜晚也进行了调整 在深夜模式使用略敌和陷阵的时候呢 体力消耗是提升为三倍 也就是基本上你只够打一次 同时呢这里有一点非常不错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S1赛季继承的功能 可以将武将的经验等级和体力传承给另一名武将 有点像三谋里面那个继承功能 我觉得在S1赛季出这个功能是相当好的 因为在S1赛季如果我抽到一张非常需要上场的武将 但是他的等级实在太低 没有办法直接上场的话呢 那是非常伤的 如果可以直接继承换上去的话呢 效果会好很多 最后呢关于夜战模式还增加了一个补丁 就是所有的同盟建筑能够获得等同于自身最大耐久度的护盾效果 也就是双倍血量 我既砍掉了你夜战的工程能力 战斗能力 还增加了防守方的这个血量 等于说就是你们以后就不要夜战了 老老实实白天打就可以了 可以说这一次啊 我对他的改动呢是比较满意的 大家也知道我一般都是聊武将的 我很少去聊这个游戏内本身的内容 但是这一次他关于夜战的改动呢 我是非常非常支持的 总的来说呢 这一次的改动呢 我觉得算是一个像良性化发展的这么一个改动 也是能够让三战呢变得更有意思一些 好的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谢谢大家 再见